不知道大家对当年星光大道走出最小的统星阿尔法还有印象吗? 阿尔法出生于新疆乌鲁木喜士,五岁的时候就参加综艺节目《非常柳家伊尔》被人关注。 阿尔法从小在艺术天赋上更是一羽常人。 2005年刚七岁的阿尔法参加了央视网派节目《星光大道》,出色的外形和让人生奇的才艺, 加上是全场最小的参赛选手,阿尔法很快就成为全场焦点。 最后夺得年度总决赛全国亚军,人际冠军,成为相遇互销的童星。 2006年摄要主演武侠电影《武当少年》正式进入演艺圈,成名后的阿尔法出场费也是高的厉害, 八岁大的他每场费用八万块,参加了很多的节目,很快他的身价也有几百万了。 2008年参加综艺武林大会,同年出任正义联盟,全国演员选拔活动评委, 2012年成为中央台栏目《七彩星球》节目主持人, 2014年举办阿尔法全国全会演唱会,当时的他才16岁,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初心。 从2009年开始,11岁的阿尔法热衷上了公益,当年曾举办过一场公益演唱会, 演唱会所得受益全部捐献,阿尔法则捐了一所学校,陆续捐款三百多万, 为自己的老家口建设受到了无数网友的点赞。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,阿尔法再也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可爱帅气的童星了, 如今长残了,活动也慢慢少了,不过他依旧没有放弃回馈家乡, 最近阿尔法被拍到是在某商场公益卖唱,穿着脸像的衣服,头发甚至有点秃顶, 这样的艺人凭什么就活不起来。